183.香港經濟日報 黃臨引戰周勇式樓志軍發 2015年7月18日中國專題A10氣功大師黃臨惡鬥弟子周勇數年 後者最終已被前者買空殺害 內媒揭發 出生機微的周勇購買煤炭發 後經黃臨引戰認識政商名流 中城江西商業大亨 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信公號 客客到客前晚發表大師黃臨和弟子周勇的恩怨一文 導出兩人有關係密切的私途 走向反目承仇的對頭人之路 周出身寒未賣媒評報清雲文章指 周的家鄉江西平鄉媒體報道 1969年出生的周出身貧寒 十三歲時父母傷亡 初中未畢業即進入社會謀生 做過地盤 貨車司機等 平鄉由江南煤都知青 上世紀九零年代末 中國加快工業發布局 各地火電廠用煤量大增 煤炭價格飛漲 周勇規準時機 做起煤炭生意 開始累積第一桶金 不過 真正讓周勇迎來人生巔峰的 是在黃林引戰下 認識了已落馬的鐵道部部長劉茲君 並申請到禁西電煤集團的一個項目 這個禁西電煤項目來頭不少 目前已被國家發改為列入十大重點節能工程 循環經濟節約重大事份項目 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計劃項目 正是者助禁西電煤項目 周勇正式制身於當地舉足輕重的企業家行列 成為了中國青年五四獎獎獲得者 全國勞動無犯乃自江西省人大代表 周勇在平鄉政商兩屆平暴青雲之後 關於其大有黑色背景及發 之路的各種傳聞從未間斷 與其交往的人 對其評價隨了出手大方愛 另一個評價則是做事心狠手辣 文章指 據平鄉知情人士透露 他 周勇 的手下有幾百號小運運 大家都怕他 他已經傳出話來 誰幫黃林說話就弄死誰 誰 周勇 さ случай 他們快樂 自拍攝 我可以 bauen 小 prayer 我快樂 雛